本地鱼农开发出了两用的海上水箱养殖海鱼法 不仅提高了鱼苗的存活率 也可以避免鱼汁在红潮来袭的时候大量死亡的情况 而这样的方式对于海上养殖业来说相信是头一遭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水一旦缺氧 温度过高 警报就自动响起 系统跟着冲氧和打水 为进一步降低环境变化损害余知的可能性 用来养殖鱼苗的海水 必须经过颗粒物质过滤和紫外线消毒 直接把鱼苗放在海里面 我们存活率只是50%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可以帮我们提高我们的存活率到90% 头六个月一面 我们会把外面的海水慢慢掺进里面 给那个鱼苗有时间长大 有这个能力成功那个吸进 鱼苗目前暂时饲养在帆布里 业者最终计划是把它们养在大水箱里 预料六个月后这里将会出现六个大水箱 而每个直径五米高一米的水箱 可养殖500公斤的鱼儿 业者指出 海域要是出现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同渔场的鱼粥养器 水箱可起到关键作用 据业者说 开发这套系统耗资36万4千元 可向农粮局申请高达20万元的津贴 五家公司获得农粮局委任研发 更好的海上渔场养殖系统 这是其中一家公司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